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前 常规赛收官之战 阿联就因伤病而沦袖 本赛季常规赛 他的出场时间更是降到了近几年的最低 被网友调侃打的是养生篮球 这或许并非他的本意 继后在三场比赛 阿联的出场时间基本都控制在20分钟左右 继续惹自己的养生打法 真的只是因为球队实力太强吗 其实另有内情才是真的 严格控制上场时间 目的更多应该是为了控制阿联的伤情 让他能在关键时刻立挽狂澜 希望阿联能够保持好状态 顺利拿下宏远第九冠 好了 本期的赛事圈内容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